豆腐是骨质疏松的发物 这四物才是真正偷盖元凶 医生叹息 不想骨质流失 趁早忌口 骨质疏松这个问题 不只是让人腰酸背痛 它其实像个悄悄潜伏的敌人 没什么特别感觉的时候 它已经在慢慢侵蚀骨头了 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老年人更容易中招 答案其实很简单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的造骨工厂开始减速 而拆骨队伍却越干越卖力 骨骼的新陈代谢 本来是个平衡的过程 年轻的时候造得多 拆得少 但人到中年后 这个平衡就开始倾斜 骨量逐渐减少 直到变得稀疏脆弱 一方面 年龄大了 人体吸收营养的能力 开始打折扣 比如 钙和维生素D 是骨头最重要的原材料 但很多老年人不爱晒太阳 吃的食物也单一 这些关键营养素就不足了 而维生素D不足 会直接影响钙的吸收 钙吸收不了 骨头当然就缺料了 另一方面 女性特别容易中招 这是因为在绝经后 雌激素水平会快速下降 而雌激素就像骨头的保护盾 能抑制骨质流失 失去了这种保护 女性的骨量会比男性流失的更快 另外 身体代谢的变化也不能忽视 中老年人常常伴随着慢性疾病 比如糖尿病 高血压或者某些炎症类疾病 这些都会加速骨骼的分解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 是骨骼中矿物质含量的自然流失 年轻时骨密度最高 那时候骨头就像一座钢筋混凝土做的大厦 硬朗结实 但过了30岁 矿物质流失速度就慢慢超过了补充速度 骨头中的钢筋变少了 开始逐渐变得疏松 到老年时期 大厦的框架支撑不足 自然容易出现裂缝甚至倒塌 也就是骨折 骨质疏松的真相 其实就在这些日常细节里 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而是几十年的日积月累形成的结果 对中老年人来说 保持骨骼健康是长长期的攻坚战 需要从饮食 运动 生活习惯各方面下功夫 不能等到骨头出了问题才想起来亡羊补牢 一 豆腐是发物 豆腐作为一道家常菜 营养丰富 深受喜爱 可偏偏有些人觉得它是骨质疏松的发物 吃了会偷钙 豆腐到底是不是发物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得从它的成分和加工过程说起 豆腐的主要原料是黄豆 而黄豆里确实含有脂酸 这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抗营养物质 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 但事实是 豆腐在制作过程中会显著降低脂酸的含量 等一块豆腐摆上餐桌的时候 里面的脂酸早已少得可怜 基本不会影响钙的吸收 再说豆腐本身的营养价值 它不仅富含优质蛋白 还含有不少钙 对中老年人来说 适量吃些豆腐完全可以作为饮食补钙的一部分 不过 任何食物都要讲究适量 豆腐在人体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酸性物质 如果吃太多 酸性负荷加大 反而可能影响带的吸收 所以 即使是好东西 过量也会适得其反 这里的关键在于控制分量 而不是一刀切的避开豆腐 大豆一黄铜也是豆腐的一个亮点成分 研究表明 大豆一黄铜具有一定的类似激素作用 可以减少骨吸收 增加骨密度 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 这种成分有可能帮助延缓骨质流失的速度 要知道 绝经后的女性骨量流失速度很快 而豆腐这样的食物能够提供一定的缓解效果 此外 关于豆腐发物的说法还有另一个误解 很多人以为豆腐软软的 没什么骨气 所以补钙效果不如硬质的食物 其实食物的物理形态对钙含量没有直接影响 豆腐再软 它的钙也实打实地在那里 只是容易被忽略 豆腐背负发物这个国实在有点冤 它不但不是骨质疏松的罪魁祸首 还是很好的饮食补充选择 当想保护骨骼健康 豆腐可以作为餐桌上的一员 但需要搭配其他高钙食物 均衡饮食才能真正帮到骨头 二 这四种食物才是真正偷盖元凶 对于骨质疏松 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补钙上 但却忽略了生活中有些食物正在悄悄偷走你的钙 与其单纯追求补钙 不如先从源头上避免这些钙流逝的元凶 看看你的餐桌上是不是已经藏了这些坏家伙 过量糖分是骨骼健康的大敌 高糖食物不仅会让人发胖 还会干扰钙的代谢过程 身体在处理糖分时会消耗大量的矿物质 包括钙血糖水平波动过大 还可能影响骨细胞的正常功能 糖果 甜饮料甚至那些看似健康的果汁饮料中 隐藏的糖分往往远超你的想象 高盐饮食也是偷盖高手 盐中含有的钠会加速身体对盖的排泄 当钠的摄入量越高 尿液中排出的盖也会随之增加 无论是日常炒菜还是各种腌制食品 那的摄入量往往超标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骨质疏松可能悄悄提前找上门 过量蛋白质也会带来麻烦 蛋白质是身体必须的营养 但吃得太多却会导致酸性物质的代谢增加 为了中和这些酸性物质 身体会动用骨骼中的钙作为缓冲剂 结果骨质无辜被牺牲 肉类吃得多 而蔬菜水果吃得少的饮食模式 会让这种情况更严重 想保护骨骼 肉和菜的比例要合理 多吃碱性食物来平衡 补钙过量同样是问题 有些人以为补钙多多益善 但实际情况是 过量摄入钙片可能让身体消化负担加重 甚至引发肾结石等问题 盲目补钙还可能打破体内钙 和其他矿物质的平衡 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饮食中的隐形偷钙者不仅损害骨骼 还容易让人忽略问题的根源 只有把这些偷钙元凶挡在门外 骨骼才能真正稳入磐石 三 科学补钙的正确打开方式 补钙这件事说起来简单 真正做对却没那么容易 要想让骨头健康硬气 补钙的正确方式一定要搞明白 首先 最简单有效的补钙途径是通过饮食 生活中有很多含钙丰富的食物 豆腐 芝麻酱 小鱼干 深绿色蔬菜等也都是不错的补钙食材 尤其是小鱼连骨吃 钙含量非常可观 均衡饮食 多样化选择 是让身体更好吸收钙的关键 阳光同样是骨骼的好帮手 维生素D被称为钙的搭档 它能够帮助钙在肠道的吸收和在骨骼中的沉积 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D最经济 如果长期缺乏阳光 比如老年人喜欢待在室内 就需要通过含维生素D的食物或者补充剂来弥补 钙片的使用也有讲究 不能随便吃市面上的钙片种类繁多 有碳酸钙 乳酸钙 葡萄糖酸钙等 碳酸钙含钙量高 性价比不错 但对胃酸分泌要求较高 胃肠功能较肉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虽然吸收率高 但含钙量相对较低 价格也更贵一些 选择钙片时 可以根据个人的胃肠道情况和预算来挑选 同时注意查看是否添加了维生素D 避免单独补钙效果打折扣 生活习惯也会直接影响补钙效果 适量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 比如快走 慢跑 举轻重量器械等 可以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 喝水也很重要 尤其对于正在服用钙片的人来说 足够的水分能够帮助代谢 减少肾结石的风险 科学补钙的重点在于长期坚持 而不是三分钟热度 平衡饮食 健康生活习惯 加上合理补充钙和维生素D 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骨头好不好 不是靠吃的多决定 而是靠吃的对决定 骨质疏松作为一种隐性 且高发的代谢性疾病 尤其在中老年群体中 具有广泛影响 从豆腐是骨质疏松发物的流言 到日常饮食中偷盖元凶的识别 再到正确补钙的方法 每一步都要求理性和科学的认知 盲从错误信息或过度依赖补钙 都可能让骨骼健康付出代价 豆腐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 适量食用豆腐 不仅不会导致骨质流失 还能通过其优质钙和蛋白质成分 助力骨骼健康 与此同时 高糖 高盐 高磷的食物 才是导致钙流失的真正幕后黑手 警惕这些隐形危害 比单纯增加钙摄入更为重要 科学补钙不仅是摄入足够的钙 更要搭配维生素D 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适当的运动 骨骼健康关乎生活质量 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为依据 打破留言 它是做好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为自己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 感谢观看